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现在是美东时间2022年2月6号星期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日邮报 目前,美国日均新增病例持续放缓 过去7天的平均新增病例 已从1月初的近50万例降至约30万例 但7天平均死亡病例仍维持在2500人的高位 根据昨天的通报 全美确诊人数已达近7800万人 死亡人数已突破90万大关 有专家认为 由Omicron引发的这波美国疫情峰值已过 但死亡数据通常会滞后于新增病例 因此到下月初 全美的死亡病例可能将达到100万人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 亚洲地区的几个主要国家疫情状况 截至4号 新加坡新增确诊病例是13208例 比月初时创下的6264例最高记录 多出一倍 新加坡的累计确诊数已增至近38万例 累计死亡866例 在韩国截至5号 新增确诊病例是36362例 当日新增病例首度突破3万例 4号 韩国政府首次正式提出流感防疫的可能性 并表示将研究如何将新冠病毒 像季节性流感一样进行管理 另外在日本 据NHK统计 截至5号下午 日本全境新增确诊人数为10万多例 成为日本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首次突破10万例 可见 不管是在欧美还是在亚洲 由新冠造成的确诊病例 依然还在持续上升 但由于Omicron不太会导致感染者 发展为重症或死亡 因此 大部分国家目前都已开始松动 对疫情的防控措施 前总统川普一直坚称 2020年的总统大选存在无弊 前副总统彭斯有权推翻结果 日前 川普的该言论 遭到了彭斯至今以来最强烈的反驳 他表示 副总统不具有这样的权利 也无法将个人意愿凌驾于选民的决定之上 据CNN等媒体报道 4号 彭斯在前往佛州出席保守派的一个相关会议时 直言称 川普错了 并援引宪法 他说 自己当时身为副总统 无权改变选举结果 2024年的大选 如果出现同样的状况 民主党级副总统贺锦丽也没有这个权利 因此 彭斯敦促保守阵营 不要再复合川普 否则将不利于共和党进逐下次大选 对于川普的那些言论 彭斯在4号发言时表示 他理解保守阵营对上次选举结果的失望 但他自己已经尽责了 共和党也是时候放下过去 关注未来 据分析显示 彭斯经过一段时间的低调后 最近已多次公开为自己辩护 其中去年6月 在新汉布什尔州的讲话中 他便表示 自己和川普对国会骚乱的立场有分歧 未来两人之间未必能够达成共识 隔了几天后 彭斯又在加州表示 没有任何人可以清点总统 这种想法不符合国家的民主精神 自己在1月6号当天履行了宪法职责 未来会永远为此而自豪 据分析认为 彭斯可能正在考虑 进逐2024年的总统选举 最近的言论可能是有意疏远川普 以避免到时候 因川普的关系受到影响而流失选票 据最新统计显示 全美1月份的空缺职位大幅增加46.7万个 增幅超出预期 据美联社报道 尽管阿美科隆肆虐 加上人工短缺 但根据最新的就业数据显示 旅游业 酒店业 零售业 运输业等不同行业的空缺职位 均有所增长 反而汽车行业则出现了裁员 据统计 在整体的劳动人口中 在家工作的人比例从去年12月的11% 增至今年1月份15%以上 同月 请病假的人数则飙升至360万人 高于去年同期的近200万人 据统计发现 目前全美约有五分之一的工人 没有代行病假 该状况在低收入工人中尤为普遍 据劳工统计局4号公布的报告显示 去年11月12月 全美创造了70多万个职位 今年1月份的工资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7% 失业率依然维持在低水平 仅从3.9% 微生至4% 美国总统拜登在回应该消息时表示 自己上任以来 全国已创造了660多万个职位 高于任何总统在一年中的成绩 可见国家已经复工 但他也承认 民众仍然受到通胀的影响 天然气 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 还在不断上涨 据就业网站的高级经济师 丹尼尔表示 企业积极招人的情况 从去年11月起 一直延续到今年1月份 以历时3个多月 可见市场确实有实际需求 就业增长的速度 也确实比预期要快 但也有分析认为 企业持续招聘并提升工资 这些做法都刺激了民众的消费意愿 但受到供应链混乱的影响 通胀的居高不下 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后 工薪阶层的人均薪资并未高于去年 面对通胀的压力 美联储已表示 将在3月份加息 5月份可能还会再度加息 但市场担忧 货币政策的收紧 可能会减少借贷和支出 从而拖慢经济的发展 4号 联邦众院表决通过了 总规模达3500亿美元的 美国竞争法案 其中包括520亿美元 用来推动美国的半导体产业 以解决国内的芯片短缺问题 希望能够多管齐下 强化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力 据报 这是继参院于去年 通过规模2500亿美元的 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之后 众院推出的另外一个版本 法案的全称为 2022美国竞争法案 众院表决以222票同意 210票反对通过议案 根据这项法案 美国将成立美国芯片基金 拨款520亿美元 鼓励美国民间投资生产半导体 并投入400亿美元 强化关键供应链 加强制造业 防止关键物品短缺 并确保更多此类产品 能够在美国本土制造 另外还有1600亿美元 将投入科学研发与创新 曾大力推动该立法的商务部部长 雷蒙多表示 这是50年来促进美国竞争力 制造能力和研发能力的最大投资案 众院科学委员会主席约翰逊表示 这项法案可帮助美国和中国大感一场 该法案和参院版本相比 众院的这个版本还纳入了气候变化 清洁能源 人权和国内社会不平等 等相关问题 而这些都是共和党 一向都反对过度支出的项目 据报 众院通过法案后 下一步将进入参众两院整合版本 并分别取得多数议员的支持 最终才能送交白宫 由总统拜登签署实施 对此 众院议长佩洛西表示 这套法案将确保美国 在制造 创新和经济实力上首屈一指 不需要再仰赖他人 并可使美国胜过任何一个国家 据悉 这是拜登在规模2万亿美元的 重建美好计划 在参院闯关失败后 民主党的一个分拆计划 也是他们寻求两党支持的最新努力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美国军方和情报单位 日前向国会议员和欧盟简报指出 俄罗斯即将完成大举入侵乌克兰的准备 一旦入侵 俄国可在两天内推翻基辅的乌克兰政府 届时将导致乌克兰5万平民丧生 预计将有500万难民逃离战火 而造成人道危机 据熟知美国军方和情报的人士透露 俄罗斯军方持续增派战斗部队 前往乌克兰边界 在两周内 已从60个营战术群增至83个 每个战术群的人数是750人 目前集结的兵力 已达到普京设定目标的约70% 据报 这62,000名战斗部队将获得大批后援 其中包括后勤 空中火力和医疗 另外 由俄罗斯总统普京拟定的 吞并乌克兰三部曲剧本 近日遭媒体曝光 据德国发行量最大的话报 引述情报单位的机密文件报道称 乌克兰军队遭击办后 俄国的第一步便是占领主要城市 第二步是扶持亲俄政权 最后一步则是将所有维权人士和异议分子 全部关进集中营 据报 普京屯并乌克兰后 将成立新的联盟国 成员包括俄罗斯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 联盟国的决策中枢在莫斯科 据报道称 普京发起作战的时间 可能不会晚于三月 至此 俄乌局势紧张之际 美国总统拜登已在近日下令 向波兰和罗马尼亚增派美军 第一批增援东欧北约盟国的美国军队 已在2月5号抵达波兰 据波兰军官表示 5号抵达的士兵来自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 他还说 有1700名美国士兵组成的特遣队 也将很快到来 据报 德国 法国和波兰领导人 将于8号在柏林举行会议 尝试通过外交努力 协助化解俄乌紧张局势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 对此发表评论称 在乌克兰周边局势背景下 各方必须避免任何可能使局势升级的行动或言论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纽约市劳工短缺的状况持续恶化 全市劳动力数量下降到了5年来的最低水平 市府财政入不敷出 面临几十亿美元的高额赤资 在过去6个月中 因全市必要工作人员的超时工作 给纳税人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纽约市主机长兰德日前表示 全市劳工数量已经下降到5年来的最低水平 一些重要职位可能永远都无法重新填补 这将导致纽约市的财政收入比预算支出少几十亿美元 因此很难达到市长亚当斯既定的任务 而让纽约市重回到正常财政预算的规划之中 另外据纽约市副主机长詹恩透露 因疫情期间大量的劳动力离开纽约 因此全市不得不在预算紧张的情况下 实施冻结招聘计划 这将导致该市的总劳动力减少近6% 目前全市的劳工人数为28.4万人 以达到201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其中劳工人数跌幅最大的是教学助理 承教人员和学校安保人员 这三个职位分别下降了15% 17.5%和20.9% 詹恩分析指出 美国最大的功效系统已经失去了近2000名教师 纽约市教育局正在努力弥补这项短缺 但仍有恶化的趋势 目前教师的职位占纽约市全职劳动力的四分之一 据纽约市公民预算委员会表示 如今我们最担心的是 没有收入来支撑财政支出 因此亚当斯政府需要决定 是否要填补这些岗位的空缺 而且还要考虑到 在不影响公共卫生和惩戒署的情况下 从每个机构需节省3%的预算 如今必要的工作岗位 包括警察、急救、消防等部门都在加班 在6个月之内 已给纳税人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好 那么这个情况大家又看到了 纽约的情况是确实让人担忧 财政恶化这个大缺口 如果得不到疏解 未来各种问题都会变得越来越糟 现在新市长亚当斯 刚接受一个烫手山芋 你要是招足了这些缺工岗位 那么财政预算的赤字 怎么解决 但如果你不招人 学校、监狱、安保等各个领域的运行 势必会遭受不同程度的影响 好 你就拿这个公立学校来说 目前已造成近2000名教师的缺口 那么你说 缺了那么多的老师 这对于纽约的教育质量 会不会产生影响呢 好 那么另外 像必要的工作岗位 像警察、急救、消防 这些部门 如果你想维持社会稳定 那么这些岗位的人员 缺一不可 而面对目前的财政赤字 如果财政收入继续得不到保障 那么 未来纽约的警力 是不是也会被削减呢 而警力如果说要是再被削减 那么纽约的治安又会走向何方 所以说财政赤字的问题 如果得不到解决 未来一定会给纽约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增加各种社会的不稳定性 目前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 纽约是几乎每天都有各种罪爱发生 犯罪率如此飙升 我们也是确实为纽约的未来感到担忧 希望这位新上任的市长 能有什么好的招数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 关注我的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